恰到好处,大事,大事之后,做事情,才能够顺底成长,不至于瞒它。 它就是说,真正说,羊土,真羊鱼,确实能确信因果,丝毫不怀疑就是因果,所以我们世界对面来的事都是因果。 你说,受不了就了,了了就好,不受不了,多了也好不了。 所以说,就是受了,这就叫真信因果。 所以真羊鲼,这有个大一体,好分别,好找人毛病,好说一个人私,好挖过人,明白道理了,真找人好处,再不说别人毛病了, 别人也就接纳你了,你就能化人了,用你的意气,真正的化人。 你没意气,你咋化人了?你还挑一毛病,看你这么的,那么的,天天就说一毛病, 把你再度它,它才不听你的。 你得跌下来,用你的作为,关照它,关爱它,感化它,你才能够化它。 真,真羊鲼,不仅说是柔和,柔和一方面,还真正自己能够认到自己的过时,不是。 让别人能够和你能够在一起交流,共事。 否则你净凡人,你再乐乐特特地,懒懒塌塌塌地,还跟不上大溜,随不上大溜, 谁都烦你,你还去度人嘛。所以变成羊的,真的,长人好处,自己再活泼起来。 哎,咱们再有点智慧,这才能够,能够和大家团结,能够帮助别人,度化别人。 它是一个,先是自己要一定要明理,这段时间,首先自己要能够性格改变。 当然在改变当时也可以帮助别人,当然也不完全是,我啥都改变了,我的化性成套了,再去度人。 那这些人,等你,都化性了,连讲书本都没有,也不现实。 但是我们一定在帮助别人同时,更要努力地提高自己。 让我们大家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最后共同能够改变性格,化性,最后能达到见性。 这是一个相生科的,相智化的规律。 这里用这个规律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上,调病上,用在我们四十行运上。 所以,生科智化,妄向修求。 我们知道,帮助别人,这都是属于疾。 别人帮助咱们,当然咱们也很高兴,也是疾。 你能接受别人帮助,即使我们一定要发现,还要帮助别人,叫良性喧哗。 磕呢,是一种凶相。 那种恶念,去对待别人,这叫磕人。 别人的恶念,对待你,就磕你。 当然,都不舒服,都受害,都招待惹祸。 所以,我们也不起这磕。 我们不去磕别人,别人磕我们的时候, 我们用羊的一面去接纳,聊我们罪业。 用这个心理去承担。 凡是想要,说一事,能够成圣成道的人,告诉你。 凡是对面来,就假设来克制你的话, 你应该虚心地,高兴地去接纳他,认证地过,接受他, 才聊你叙事的业。 才让你尽快地成道。 所以,帮助我们人,教导我们,我们把他叫做个老师。 真正要负面来克你的人,你能接纳了,那是当师爷。 认识到这一点,你成道快,聊也快。 那就是爷爷辈子了,更感恩。 就正一个比喻。 在这方面吧,这五行运营到很多地方。 什么手啊,眼啊,身啊,体啊,武藏啊。 它都对应。 对应到家庭,对应到学校,对应到企业。 这我们呢,知道多少,我们需要呢,我们可以,时间长了, 一种自然的东西。 主要我们在家庭生活这些人上, 真正要我们生气的,动心的, 因为钱物多了少了,要我们动心的, 就家里这几个人。 我们真正能够,把心量放大了, 愿意帮助别人。 自己私心,贪心, 就是个人得识,少一点的, 你心量就大一点。 私心越大啊,你的心眼就越小。 当你心量越大了,你的私心也就越小了。 这个时候,能容忍,能帮人。 就这个心眼问题。 我们一定把心量放大。 实际真正心量放大以后了, 人缘,就是天缘。 有天缘,有人缘。 自然也不愁有财缘。 天缘,人缘,纵人是天。 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 天会给你安排。 不用说,自然力。 我们就一个跟谁过不去, 并都能找来。 你谁都,说的实在, 你做大善,需要钱。 他并能找来,需要钱。 你真需要钱, 你善道基础需要钱。 钱都自然给你安排来。 不用你去找,不用你去要。 什么叫承道啊? 就讲到这里。 记得当年余东斌, 承道的时候, 师父, 汉宗里啊, 是那位。 说你表现不错, 今天传你一法。 说师父说我什么法? 点石成金。 这是好事儿。 他怎么点石? 他拿着一个石头, 放在手心里。 念一个秘证, 就变成金光闪闪的, 一地儿金子。 这招学不学? 张艺廷这招都要学。 李东斌说, 师父能够石头吗? 现在成金了, 啥时候还能变回来? 师父说, 五百年以后, 他可能还得还原成石头。 说师父, 那这年金子五百年, 到谁时候, 外那人坑呢? 说那我这招我不学。 师父, 哈海乐也开大土, 你成道了。 你能考虑到五百年都不伤害, 五百年得到这顶金子的人, 你心量够用的。 咱们想一想, 咱有过这方面的元大理想吗? 和被人家着想吗? 你怎么能够成道理? 坑人、汉人, 五百年都找你, 都是你的因果。 你还想出离枯海, 你能吗? 所以说, 自己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修道的人, 我们宇宙差不多一眨眼, 就千八百年过去了。 所以你一中的因, 哎呀, 我这回人家什么假的, 谁都整坏了, 哎呀, 给我一个假的。 没成想, 几百年前你给人使过假呀。 所以这个想, 我们现在不做, 假事不干。 将来你都是真的。 因为我们没中过假阴, 所以叫吕存阳, 存阳的, 没假的。 所以吕洞宾叫吕存阳的。 咱们学心理疗病, 就是要, 播音取阳, 达到存阳。 存阳体, 存阳的心, 才能达到, 真正宁心见性的存阳的性。 我们一步一步要做过来, 心量要到位, 行动要实行。 光信我一定要度众生, 我就做好了。 一贪神吃慢, 一来留点好事, 你往前抢去嘞。 哎, 把你再糊弄点, 别人整点假的, 别人糊弄了。 啥时候你能聊? 没等这事儿聊, 那事儿假的, 纵上阴了, 你还得承受那个假的。 所以千万知道这个道理, 不纵恶因。 最后没有恶的, 都是正的, 你就成正国了。 就没有因果。 我们不纵那些恶果。 那么就说, 别坑人, 别骗人, 别欺人。 都要看, 真心, 就是良心做事。 为大众服务行天命, 不造因命做事。 一点点来, 自然而然, 你不要啥时候成道, 查出见心。 你天天做羊的时候, 在这时做羊里, 最终一天你就成羊体, 就成道成圣。 这都可以, 就是自然的东西。 想要快点, 抓紧学习, 克制自己, 尽快放下。 不放下都成不了。 放下啥? 放下那些贪欲心。 不是说放下了, 啥也不干了, 不是那个事。 是你那心要放下, 不那些贪欲心, 私心, 那些欲望。 这些一定要放下。 你在哪个岗面上, 你是打工的, 扫马路的, 照样成道。 这都可以, 就是把你那个心, 把坑成害人的心, 给它放下。 这就好。 下面呢, 跟大家今天下午再汇报一下什么呢? 就是, 关于五行心理学, 心理疗病的概念。 很多人呢, 就想去病, 疗病。 咱们把这理先要明白了。 心理疗病的概念, 什么叫心理疗病? 这是一个它的意义。 然后它的起源, 心理疗病谁发明的。 心理疗病怎么去? 诊断病因, 也就是诊断病。 那么心理疗病怎么去? 什么手段去治病, 去病? 咱也相对, 跟大家再举一些个例子。 说病例子, 咱们坐在这儿有好多好多。 实际这一次啊, 以前平时我还没讲这么多。 因为这时间就我一直在这儿讲, 就得讲, 就得说。 反正想哪说呢? 反正也就把自己的一些经历 跟大家介绍给大家。 大家也就参考, 借鉴。 为什么叫中国五行性理学? 本来呢, 书上就介绍叫做 《性理疗药》, 《性理疗病》, 《性理疗病》。 这就是基本本的这个书。 首先提到这个书, 我们还要感谢写书的前辈们, 他们的心血, 给我们留下今天的经典著作, 让我们能够有所参考 记得是写《性理栽药》 《性理继承参与者》 就叫徐瑞琳的一个前辈 也就是现在沈阳慈善养老院 赵明德老人今年106岁 他的亲家徐瑞琳 他留下这个书 这个人就非常诚 就像我们在座的朋友一样 听到王慧兴《性理哲学思想》之后 就能够悟进去 真是也发心要学习 也发心要弘扬 特别说自己是从南方 要饭讨花 过到东北来在黑浪江省 做学徒后来有钱了 但是父母又去世了 有钱那天父母不在前 我们真正有孝心人都敢讲心酸 老父老爸一辈子辛辛苦苦 一点都没有得到点 今天你们有钱了 咋能去孝敬点父母 就孝敬不上 心里头都感觉一人徘徊 就感觉内疚 想点什么办法能孝敬父母呢 别说哎呀有一个道了 专门研究心理疗病 说女子一学 又讲你伦理道德思想 就讲孝敬词孝道 孝道里边能知道 怎么去孝敬父母 他说那 什么地方 别说也在辽宁省 在银口一带 有讲学伦理道德思想 所以徐政宁当年呢 就从黑浪江 走到辽宁海城 领口一带 找王鹏一先生 当时王鹏一先生又没在 又出远门了 到达讲学去了 接待人跟他说呀 你也不用 现在找到王鹏一先生 你按王鹏一先生的提议 倡导你去做 将来王鹏一先生 能到你家去 一顿他顿好 走过去 你要想进大校 现在最进大校的方法 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你家能成立一个道场 咱们现在叫做会场 办学习班 办讲习班 办女子医学学校 是最大的大校 这人是孝敬的 学徒之后啊 也做点买卖 有点钱 真的很好 如果我能办起来 肯定 善人能到你那去 他更来劲 他有个盼望和希望 他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马上就开始找地上 一天 走了一天 这个地方也小 大一点地方 人也不住也不卖 走了一带南北二屯 转了好几圈 转了一大圈 都黑了 哎呀 黑了我可以走走 这房挺宽敞 挺大 挺好 一天 别的地方没找到 这房子还不错 敲门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哎 你家开门 请开门呐 你家房子 住不住 卖不卖啊 敲这个 敲 敲门停 有脚步声出来 自家门一开 你看 老半个开门 回家了 一乐你咋说了 哎呀 这我家呀 说明啥呀 一心 要办这个 找的房 忘我 这叫忘我 自己家都不知道 但是后来一看 哎呀 找一天 最后又找到家来了 这房很真正的在家 就办了 所以把家开始扩大 当时就能容达500人的会场 所以他又非常短 他非常愿意专政五行 我说咱们讲这些五行的书 这就全得回徐立民这位 写下来的书 我认 我九八年 我等到第一本书 就心里咱要他写这本书 我才前行的开始 学习他 研究他 对自己的疗病 通过学习给大家 一点点这么讲 再到现在 从讲到五行 心里疗病 得感激我们的前辈 徐立民老前辈 当然也感激 王后一先生的大名字 当然人家也成道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你这个用五行心理学 就是这么一个基本概念 所以你心理学就成立这种学书了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 但是这些年来 这些年来 就是这个王费 性命教学在上层建筑上 国家上 政府上 以及大学的教育机构上 没有真正的认可或成立一种学书 仅仅仅我们在民间讲学 这些书在民间互相传印 太不错这两年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相细 把王费性命哲学思想书 已经翻译出了 其册 同时呢 又有王元吴老师 写了一个家和万事兴 也写了用 运用王费性命哲学思想 第七个例子 那么最近前一段时间 由刘永生老师 有个讲演录 也是由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写了一下 刘永生老师讲的内容 那么呢 最近呢 我们也同时 都是在一年多 一年多才给搞出来 因为上面审查相当严格 是中国华夏出版社 出版的天文家属 也就是王费艺 家庭伦理道德思想 现在仅仅是 新华人书版社除了 出版社最关认可 而且可以上新华书店 摆放了 但是在上层建筑上 大学 说心理学 他们拿来做一个教材 综艺心理学也没用它 还没有认识 有的还没有接触到 我们还要进一步 把这个理念 能够推广到 上层建筑 包括教育机构 真正国家 大学 比如说心理学专业 优用心理学 和中国 中一心理学 将全社会 上层建筑 都能接触到 王费艺的 中一心理学专业思想 这是一个概念 下面再说 什么是心理疗病 心理疗病 就和西方心理学相似 就和西方心理学相似 就是不用一药 就是用话语 讲劝的方法 为人去病 或者为自己去疗病 那么疗病也为人疗病 是讲劝的方法 这是整体 什么是性 也就是气质 性质 以及人的行为特征 和生理特征 就像我们说 识别那个特征 形色生胎 这个性是体现一种特征 你什么性 啥性子呢 那是它特征体现出来 说确定的是啥性子 急性子 慢性子 硬性子 远性子 就是这个性 就是 什么是理念 是用规律法则 是用规律 咱们讲从规律 木齐三干 是规律 这是一套法 干个胆相表里 然后呢 音读也好 开窍也好 木 或者在金 这也是规律 那么时间长 也成立一种法则 这就是理 什么是心理呢 因为研究心理疗病 它是运用了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 优良文化 什么文化呢 医学的 中医学的 还有你 佛学的 道学的 和医学 来研究 来研究你 人的 生理特征和病理特征 来用你天人合一的方法 形成合一的方法 阴阳 波音取阳 达到阴阳平衡 做到波音取阳的方法 来为人 去诊断这个病 去发现这个病 用这个方法 它是运用了 一个呢 从基层 从人体 到宇宙 他们相关 这种规律 所以性理 就像说 性理 性分 所以咱们说 这个人 是由三界所生 是由 性心身构成的 这就研究 人的构成 那就性 心身 用这个方法 来研究人 就是叫做性理 那么性理疗病 就是运用这个方法 是为自己 或者为他人 进行去病 总称叫 性理疗病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 那么他的特点呢 说不同于 我们现在 中医学 中医就讲 波音取阳 吃点药 还有中医学的手法 叫物理疗法 那就说呢 利用针灸 拔罐子 按摩 腿纳 等等等 那就是神外的 一种器具 一种物理疗法 西医呢 是用化学的 药物 或者是用手术的方法 那么心理学 一条面 事实上 用心理调整的方法 就讲圈 调整心态 这个方法 为人取病 那么它正好相关于 西方研究的心理学 但是 西方心理学 有它的局限性 就研究人的精神 这一段 回头精神这一段 又讲了 说一米长 那么研究精神一段 是十个门长 他就研究人的精神 精神病 抑郁症 强迫症 焦虑症 等等等 就这一段上 真正能好病的人 在全世界 精神病 想要通过心理学 去好去 都没有达到 百分之十五 到二十 剩下也 真的是 尽量做工作 哪个疗法 也不如 王峰一先生的 性命 心理疗病疗法 这次回头张将 说心理学 他精神这一块 但是也很难治 但我们讲 心理学 王峰一先生 心理学 他包含的面广 把生理的病 心理的病 精神的病 因果的病 环境的病 疑难杂症 都能够按照 五行对应的方法 去查找 去治疗 所以这就非常广泛 所以心理疗病 是优于 世界各个方面 心理学的心理疗法 因为我 没想研究 所以这是 心理疗病的概念 而且 用这个方法 能够 是不是 面非常广 的去学习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心理疗病 是这个概念 再说 是谁发明的 大家也都知道 是王峰一先生 发明的 怎么发明的 王峰一先生 生于1864年 十月初三 家庭是非常困难 我到那一看 穷神恶罪 山上的小 小苹果树都在那么多年一看 就一米多高 剩一多好 扫尽些石头 非常重 现在也那样贫穷 所以人家呀 人口很多 很困难 家本身困难 就给 上不起学 给别人打工 叫扛活 然后兄弟哥 兄弟姐妹 叔叔大爷们 在一起 越困难 家庭越行个矛盾 说看看 哎呀 跟起来林女那样 父不慈子 子不孝 兄弟都吃喝 飘肚 天天打打闹闹 老人生来就有一定的慈悲 有一定的证见 看不惯点事 看看说哥嫂干账啊 敲敲把火了 一行啊 真这样的话 我同学都不想找人 都这么发这个念 看那些个 敲敲闹闹的 人活得啥意 后来就天天看这些人 心里他就不舒服 就生点 生的 咱现在说叫怨气 哎 最后呢 有气生出来 毒火一身 全身长的是黄皮疮 现在叫黄皮疮 一年两年不好 长了十几年 后来不能干活了 没办法 当然父母也 用各种方法 请了不少耽误 也治不了 最后请了一个喇嘛 说是这叫密宗的 那也就是活佛的 看一看 你家这么穷 你也治不起 我给你开药 你也买不起 先算了 也开不起药 没法治这病 就要走 王范人说 后来王范人一想说 难道我就这么 就没人知 我弟弟这么死了吗 我死 我还有我这 我父母 爷爷奶奶 他们就能一点得 没有吗 说话很有气力 说话很有气力 后来医生一回头一看 一听说话 还很有气力 一看有气力 那我再给你开点药吧 又开点 开点药呢 缓他两天 不那么疼 但是 那好 完了还那样 当然也知道 再也没法治 自己就带着病啊 溜溜答答答 所以有一次 他就要买一个松 一跑去 可能他在这家买的 跑他 是白手坤家 就是什么白家 是唐家的亲戚家 他一想就知道跑他家 在这家买的松 都老马实路 实途嘛 他当地找真胆的 胆的之后 你正好 当地 所以有些善人 杨摆 有文化人在那讲学 讲学上讲啥学呢 就讲过去 传统里边 那些个善人的故事 就是讲善书 讲过去宗宵的故事 他在旁边就听了一下 听得挺好 特别听到三娘教子 最后呢 说孩子不听话 叽叽歪歪的 然后呢 当时的老妈都气哭了 后来你还回来之后 说家的仆人也好 老妈也好 孩子也好 都互相都能认过 哎呀都对不起 都互相认过 提醒了他 哎呀 他讲的一句 三娘教 古人 有什么事情 都能够认自己的故事 哎呀 不怨别人 他说现在 基因人呢 都是啥呢 怨别人 都是因为自己 对 他说我一想自己呢 我也不就怨呢 怨这个怨那个 我一身怨 怨了一身病 坤一话说 我就怨人呢 我咋这么欲呢 古人呢 咱学古人 为啥都是 人家是认自己的故事 现在我就看别人的毛病 当然他也不知道 好病不好病 这个茬 他这么知道 之后 哎呀 我这真错了 我也得 认认自己过 然后自己在 在院子里边 跟天老爷说 啊 就是练高声 带说 你怨人 你就能好病吗 怨人他就能好吗 等等等 然后就 就是来 审问自己 怨人的措处 怪人 别人就能好吗 天真说一说 他也没在意 第二天躺一睡觉 第二天起来一看 身上不刺 不痒了 不疼了 一两天 你定了 最后 一身病下去了 他一想 我也没吃点 我怎么能好得病呢 哎呀 这个也就是听完善书 我在院里的 跟天老爷倒得过 这病就好了 他自己也是很奇怪的 他也隔不下 啊 这玩意找自己 帮怨自己 这病是不是我怨来的 完林里有病开始 哎 给别人说 你的病啊 你是不是怨人了 你生气了 谁都生气 谁都怨人 哎 说说就好 从这开始 我就怨养了一下 啊 这个 能不救人 那个是他好病时 叫1898年 356岁的时候 等到90年开始 他就肿出院 就用这个方法 告人 谁 谁有病呢 你找人家的好处 认识自己的过失 像天地磕头 像老人磕头 像照顾爷磕头 信啥就信啥 啥磕头 你病能好 你试试 一试啊 试一个好一个 还零一个 从那开始 心理疗病 就过去开始 运用上了 从1900年开始 整个就在辽宁一带 最后就发展到东北 到37年前 女子一学 就有760所 一学当中 除了学文化 就有心理疗病 就有五伦八德 还成立了 一百 几百个 心理疗病所 有一些都统议不出来 还成立了好多 幼儿园 安老院 相继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 你到现在 谁用 都好使 那么你从那开始 心理疗病的方法 就是王丰乙先生 发明的 史运营也就是 1900年 开始就运用了 到现在 当时就说 百年之后 全世界都要运用了 那么到现在 剩下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当然用这个方法 救了几千万 千万人 已经运用了一百年 就这几十年来 就是人比较少了 就剩几位老师的 在解放前 那这几百所 加在一起 运用女子医学 进千个地方 都在互相学习 交流 还为人讲劝 性理疗病 女子医学的学习 都在学习 伦理道德思想 这么长一段时间 所以救了很多人 但也前辈们也留下了 十几个版本的书 十几个版本的书 所以成名录啊 笃行录啊 这个当年就是王卫先 亲自审核的 成名录 笃行录 是他说的语录 后来跟随他的 周永工 也跟随他直接记载的 又出了一个 咱们常看的 也就是言行录 和年谱语录 这是最近 这十几年 出来 那么现在 你还有啊 以智先生 编的一本 《来自三国大智慧》 姓名这些前述 这也是 以智先生 今年现在八十六岁 老人家呀 身体岁数大了 老一点 现在以前也到 我们的讲学 他呢 年轻的时候也就在 说亮风新村 在辽宁昌土 就做 解放前就到那 做幼儿园 当老师 现在他写出来的 来自三国大智慧 也不容易 他老伴今天他俩岁数相当 给他帮子写 找字典啊 写标点啊 都帮了 身体现在挺好 这是这样一个发明的过程 这是真人真事 实实在在 会都对比我们说 国际心理学 王露宗盛书先生 1864年生 大家都知道 国际上心理学家说精神学之父 叫弗洛伊德 他就比他多生了才六年 去世前 比王露宗盛书先生晚去世两年 一个时代的人 一个时期的人 西方人 他叫做心理学 而且在全世界都在学 我们现在全国 各个正派大学的 都有心理学 这个系 这个孙科 但是都学的西方心理学 西方心理学 那个心理 大家学三界才知道 当年王露宗盛书先生 研究就是性理 正好高他一个法界 高他一筹 到现在研究性到根了 天性 说这个就是中国人 王露宗盛书先生 就是智慧者 当年你西方刚发明心理学 这边研究性 同时就高你一个成本 很不容易 而且就是智慧 下面呢 跟大家再说 关于 就五行性理学的 这个也就是说 诊断的方法 实际这几天来 已经相继的 把这些方法都借了给大家 但大家还常常 还要问我这病咋的咋的 你就是你根深生气 跟你奶口生气 你还不知道吗 批我都知道 你就跟他一等会儿 不就好了吗 你还要问我吗 不用 但是啊 总是不踏实 再说一遍 还是这点事 那也是去病 诊病的方法 说第一条 吃五毒 生五诈 啥叫五毒 我们情质的波动 叫做 怒气 恨气 怨气 恨气 脑气 烦气 这个是我们心情的波动 在心理疗病里面 叫做情质波动 就是五读 五读 情绪的波动 在中医讲 叫情质波动 在心理学讲 叫情绪波动 中医还说呢 七情 喜怒忧思悲恐惊 也是这个七情的 情质的波动 这一波动了 导致我们五脏六腑 正常工作的混乱 然后不能正常工作 那么呢 不能正常排毒 毒术就存在你的 哪个丈夫上 你生的怒气 存在你的干 干净的丈夫上 你生的恨气 存在心情上 你脑气 在费经 怨气在脾经 烦气在圣经 同样中医也讲 怒者伤甘 怒者欺煞 中医开始讲 欺情 说喜者伤心 喜者呢 欺娜了 欺娜了 说欺你 欺煞 那么真正喜的人 欺煞的人有多少个 不多啊 我们说我们 第一开始 最早前我们中国 排球女将 第一个得冠军钱 全国看人 那样渴望 一切我们 球类能得冠军 全国一同一样 有报道 说有两个老人 一高兴 垃圾了 但是现在 洗的人 垃圾 这才几个 现在人就贪心不足 对 黑怨心 得心脏病的人 死的人 一天都上百 上百 十万个差不多 一天 一年几千万 上千万人死掉 他们贪心 恨心 所以恨伤心 死人太多了 所以这个恨呢 取代的喜是非常必要的 非常真实的 和现实的 恨人得心脏病 喜地得心脏病 有几个 有几个喜地得病了 得大劲了 就恨人 没得着恨人 没贪着恨人 这个得着贪着 不光是钱财 人情 没贪着 物贪着 名利 这官 没贪着 他都生恨心 比比皆是 闭眼一花了一大堆 都得这个病 所以说恨伤心 非常正确 说怨伤痞 说忧死伤痞 这个人 这怨气 也是 自己 不如意 怨别人 特别这个 悲 悲者 欺羞 这在中医里面 悲者 就是因为家的家人 突然去世了 那种悲愤 比较大 一切了 可能就被弃了 死去了 那也是跟喜 差不多 也寥寥无几 但现在 嫉妒人 脑火 不肖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这脑气 伤肺的人 又非常现实 得肺经病 所以王文贤 当年 用这五个字 怒恨怨恼烦烦 对治五脏 是非常非常切实的 所以 《忠义喜怒忧思悲恐惊》 用这个气情 对应的 他俩 有相关 还不违背 这忠义的理念 但是更确切点 这个恨和脑 取代于喜和悲 是非常切实的 说孔者气下 下着的人 得大病的 能有多少 也寥寥无几 烦人的人多 不如一天 嘴巴说烦 夫妻之间 80% 离婚的全烦出来了 所以这个也非常切实 所以这就是说 诊病的方法 叫做吃五毒 伤五脏 完整 这五脏又和六腹相表里 开窍于什么 阴毒存于 什么筋骨皮肉 同时呢 五脏又对应 我们的五官里边 说耳啊 煮肾啊 眼啊 煮肝啊 鼻煮肺啊 口煮皮啊 蛇煮心啊 这又相互对应 说一对应 一个眼睛五行 一个眼睛上 又对应了五脏 也对应了五行 那么都在这个 都在对应关系上 那么起源于这个五脏 五脏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五行木和土金水 做代号 它俩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有病呢 你也归于说 你看啥性子 啥病 你问啥病 他啥病 他就那个性子 他就吃着那个毒 万回一返 你等一个干病 你弄 你成长生怒期 你弄过谁 这么一说就得了 就诊病 这是第一种方法 五毒烧五诈 怒恨要怨脑烦 是五毒丸 吃了半丸就得病 吃了一丸就要命 很多人哪是半丸 一丸 不是一丸 五丸都整上了 所以说你赶紧往外吐 说你吐出来就好病 你吃了张吐出来就好病 咋吐啊 你明白 你呼啷啷嗓子也往外吐 但是你得一下 你得名字里 名字里倒过 倒过咋咋呢 哭一哭 笑一笑 反反良心 翻腸倒入下 针就吐出来 病针就出来 被精了里间就能排出来 就是有时还吐的时候 有时候吐绿的呀 吐血呀 吐白的 吐痰的 吐黑的 当时人家也看过没有 这是啥意思 刚哪来的 说今天晚上吃的是大米酒 不是白大米酒 找红的黑的 就胃里面没像伞儿呢 当时我还跟刘立宏教授 那时候宗医博士 是南方刘立宏教授 非常有名的宗医 相当有名 他是真传 他说呀 这就是搞经络出来的 他说经络 你搞胃吐出来 你搞哪吐 经络搞哪吐呢 他说这还有一部分 搞肺经翻出来 吐出来的 所以要说 门用西医科学 一向的说明 说不明白 你看那肺液上 它也不通那个红的 也不通那黑的 整个那能吐出来 这胃吐 吐也不是那样的 那没办法 今天刘立宏老师 在长寸讲前 我们临江市有个 有个李老师 得肝癌 一头癌 北京2023医院 治不好 回家保守治疗吧 回去吧 手术啊 没啥意义了 回来 他爱人也不 一说也不服 整个那天好治 在长寸说话话聊 正好听说 刘立宏老师在长寸 闻面讲课 他去听 听完之后 我要 怒伤肝 我这肝病 不就是生肚气吗 一说 哎呀 就跟领导 给人开车 跟领导生气 换个单位 这个领导 还跟这个领导 还生气 自己正是看不惯 那些领导作为 自己肝生气 自己气出病来的 哎呀 这都我生气 找来的 真诚的呼呼 到过 到人过 回家 吐 什么都能吐出来 什么绿的 什么苦的 酸的辣的 全往吐 突然他洗手挺精明 吐东西 没人都告诉了点装饰 装饰拿长寸一大花燕 这什么东西 是你这患者 一年前你的患者 说在家都不能治疗了 说在家都不能治疗 回家 回家现在他 他吐出这东西 你看啥 他那这人一看这个病例 那这人 这人应该活两个月 应该死 咋没死 他不但没死 也还挺好 开车来的 给你拿来他吐的东西 给他留一包 还留一包 给203医院送去 现在还在203医院 化验室 告你 化验完了 这也不是癌的前边 还不是说是什么 他吃的东西 等不明白 不知是啥 反过来 也吐出来 现在科学智能到这一步 还没研究出明白的 当然病能好 就让你相信 在经络里能排出来 就需要能吐出来 所以这五毒 五毒玩儿 吃着我们明白道理 利用什么办法 能给它吐出来 或者用什么办法 我们不生气 都可以 所以这就是 那么早啊 几百年 就是说 就这百年前 很多病例 过去有个 心理疗病征验路 这本书上就记载 过去前 那些好病的经验 一个是 说让倒锅 害一个呢 哎呀 控制不住 吐了很多东西 三一个呢 再补了一种 叫性的方法 所以这病例 哎呀 治愈了好多好多 疑难杂症 特别代物 解决不了的 解决了之 他有钱的 呼呼把钱花 好了 会不来找你 拉到的 实在整不了了 想起来这个 实际啊 已经把你的病 本来很简单 病几句话了 到医院呢 这么治那么治 小病治大了 最后解决不了了 离死不远了 找这儿 找这儿呢 也得有缘的人 也有一大部分太晚了 也就 也没办法 但是有缘的人 那么 特别病突发 中发的时候 中间的时候 还好 末发的时候 分哪种 有的 你确实 入股 随全身扩散了 吐都有的时候 一块都吐不出来 自己再信任不实 也没办法 那么真正信实的人 真用上劲的 真是好的比比皆是 那现在我们在义共站 现在在姓毛 讲北京人 什么胃癌 什么肝癌 疑头癌 好几样癌 一年没事 天天练活 领个大号练活 是我上期 十五期学员学习班 完回头 我开大课 到义共站 练参观 谁样是做义龙的 拉去 拉去二次做义龙的 现在的观察院老师呢 我拉合你 免费为做公仪事业 公仪事业啥 你给天老爷 你给大众去做 奉献 做义工 也长你德行 还锻炼你身体 谁还不歧视谁 晚间有时间 还跟你讲两句 你愿意到 你就吐两口 天天 晚几天 还好嘞 家都不回来 说你好了 你不用回家 家里也不用电 你逮得干去吧 越干越来 外界满面红光 那好几个都是癌症 现在就好了 有时在我这儿 先从理论上学完 在这儿先具体 先到头座 先吐吐 差不多前 上一步站 劳动去 过去也 在心理聊天也有讲 在家得的病 上外边能好 在外边得的病 回家能好 什么意思呢 一拍头 睁眼看别人不是 闭眼低头看 也不是 干脆吧 明天到了 离家远点 把病好了 稳住了 再回来 你离也明白了 看似也不 不是 都好事了 在外边得的病 有的打工啊 有的工作呀 有的什么姻缘 在外边工作 一些个受气 一些个不理想 甚至有些想家 有些个私亲 得的病了 忧郁了 抑郁了 身体不健康 回家高兴了 心情都在 精神也就缓和了 也可以回家好病 就是说你 这个病啊 得有一个过程 调整过程 这个过程 我们会运用 那么现在 全国好几个地方 这个大德们 这些明理的人 有德的人 就建立了 很多这个学习 这个场合 像咱们 爱心家园 这就是一个地方 可以提供大家 这方法 现在最近呢 上个月又在 山东张秋 成立一个 传统文化研讨中心 那里有十几个 多数章学员 他成立了 已经办三期 心理疗命这个班了 第一期 我们去十个老师 十三个老师 办了第一期 相聚阳阳阳展的 第二期 第三期 还有广东战将 黄海松的办 还有广东深圳 吴月华总经理 他们在办 现在呢 还有很多 就包括咱们 资博 金灵寺 果善法师 也在积极在那办 上次我们讲了三年课 他说干脆 你来办一个 大的花样班 三百人五百人的 分主讨论 分主去 去倒过 我说你愿养好 以后就去办个大的 还有好多地方 像北京密云 黑龙江 有好多地方 都在积极 现在在江西 南长 正在装修房子 好多地方 还有广西 玉良家庭 传统化教育中心 黄大泰 李洪海夫妇 也正在办这个 现在正在办这个班 都是在我的师资班 解业的 当然现在 你像刘远生老师 卢果生 卢果信 卢全民 这些老师 也都在外边 还有咱们 咱们天军的 天军的 谁呢 咱们 商政宗老师 都到我们去过 也都在我们讲学过 讲学多次 也都在外边讲学 还有好多 咱们不太熟悉人 都通过学习 也都在外边讲学 我们就进去学习 我们家有什么事 就进都可以 这都是救人的 这些人都发心 犯人这样的场合 还不收你费用 但是呢 你一当地吃住 损一边 有条件 你就给两个 多给两个 没条件 你就不给 都可以 大家去平衡 一道养道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这些人 就是 除这种平台一托 大家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这样的话 把这个 点越多 我们能得救的地方 就越多 大家 大家都发心 去做 但是现在看 就缺老师 希望大家 能够尽早地 去努力学习 去当老师 去多多去 领导大家 去宣传这个事情 现在缺老师 前面几位老师 刘文生老师 今年都71岁了 祈祷谈恨 很不容易 王奇录老师 也66岁了 冠传元老师 今年62岁 他都很多 岁数都很大 我这还小点 今年都59岁了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年轻 抓紧时间学习 然后呢 去多多地去帮助大家 这里不光是好兵 它和家这一块 更重要 好兵是一人 又在痛苦上 家不合 一大窝的人 遭罪啊 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 影响社会工作呀 又遭钱又遭罪啊 又遭心啊 不就是说不明理造成家不合 家不合的后边就是一身病啊 所以研究病 诊断病 除了说吃五毒伤五肠 这叫内在的五肠 六腑 包括筋骨皮肉 得病 这是情治波动 造成这个因果 第二个诊断的方法 就叫亏五伦商务体 亏五伦商务体 第一天我们讲什么是五伦 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称谓和关系 就这些关系当 就是我们天天要接触的 常接触的 就是夫妇 父子 兄弟 跟这些人有过不去 生恨怨脑子烦 不生恨怨脑子烦 搞心里的变个劲 都得病 那么这个诗五毒 上我这样 这好理解 亏五伦商务体 务体大家都知道 头四肢 这叫务体 那么也具体说 说头上的病 头上有病 头就是这个脑瓜子 有病 常把它叫做 犯上的病 且犯上 什么是上 父母长辈 这长辈大家都知道 他有很多称呼都是长辈 父母 还有岳父岳母 公婆 公公婆婆 这是父母 这叫双亲 叔叔 大爷 姑姑 舅舅 姨 神圣 这些都是长辈 再往上 再长一辈 爷爷 奶奶 外公 外婆 舅舅 姨 神圣 再往上 长一辈 那就是 那就是在长辈 这爷爷 爷爷还有什么 这太爷 那太爷 老大爷 二爷 三爷 八爷 你跟着过不去 都伤你的头 能站在长辈上的位置 还有一个老师 他二十岁是你老师 你天天恨他 你头疼 你不带 不带 搁了盖子疼的 因为他是你老师 他就站在 长辈上 所以中国人语言说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站在这个位置 还有 我们的师傅 和单位的首长 首长和法人 站在头上 一定要注意这问题 法人就站在头上 所以二八手经理 在脖子上 你家丈夫 说在 得这么说 从现在以前 就是毛泽东宣称 那你平等吧 这个时候 平等之前在头上 现在平等了 在后背腰上了 平等嘛 平等就是你 跟夫妻之间 跟生其怨人 腰酸腿疼 以前头疼 现在差点往下去了 因为你平等了 这都叫 欲时俱进 发现病 可以就找 找到了 就好 为啥说 长脑瘤了 专门恨远老人 眼睛出问题 先看不上老人 到鼻子这 鼻子不通气 鼻流 鼻息肉 鼻啥 跟老人过不去 鼻子是老人 跟鼻子过不去 不同气 跟老人不同气 啥叫不同气 新年过不去呗 今天我有一个小道友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 没回去 我们在一起住 这晚年 这呼啰大 呼呼的 哎呀 你还打这么大呼 捅起来 歇歇 你打这么大呼 你知道啥原因吗 多大呼 来啥原因 哎呀 我先问问你 你一想起来 你烦你爸 你烦你妈 你怨你妈 你怨你爸 还怨你爷 怨你奶奶 他说 这啥关系 我爸我妈 我爷爷 那我都怨他吗 他这家一都怨 我说 你咋怨他 我去 那你看看 给我 上学 把我放放奶奶家 今天见不着爸和妈 奶奶就有点 爱他那么没个 会爱吧 也不正经管 学习也不好 然后一天天吧 干玩 说话 还求到点上去 又怨爸爸 又怨妈妈 又不听奶奶话 我那咋就不带你爸回家 说那我爸爸是林业局 在林业局上班 没有好学校的大山沟里 不错 也难点市里 那高市里家上学 这是好事 但是在孩子心目当中 都平衡 看不着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周日解架 还学习过 还这顿埋怨 这顿呵斥 他更烦了 就造成这顿因果 咱们想 你可以理解 但是孩子心里 理解不了 他自己产生烦怨 从小就愿 得了 鼻子不同 鼻子不同 也在跟老人上 你还投上 我记得 我上 相当于 广西 不是广西 贵阳 贵阳 贵修呢 贵阳 晚安也是在讲课前 有一个 说你看 还有一个出家和尚 男和尚 和尚 大声 他说你看我家伙老爸 说他鼻子左边 长一个结子 一年了 留黄疼 不好 吃啥药 怎么治这不封口 什么原因 这又什么原因啊 我说左边鼻子 这还是难的 我说你爸爸 曾经跟你爷爷 到现在怨气都不消不了 恨怨 有个怨字 因为黄能 他说可不是 我爸爸 跟我爷爷 那就是 随后不相容 这一面就 念吵太霸道 他说连我都跟我爸 我都俩 肯肯肝肝 你看看 我说您可加小心 别到你这来 他那咋弄得好 他咋弄得好 你跟你爸爸好好劝一劝 咱们一个感恩的心 孝敬的心 老人在那上上别去怨恨 有啥大不了过不去 何必到现在恨子怨子 最后堂能流水的 你都不改 说明现在还在怨 没聊 他说真 那是不假 真没聊 他知道 就这个因 就这个因 说鼻子 动不得 那就我在上学之前 我家东院 也是偏激 我都管他叫 什么把老爷 什么的 我上学之后 我哥就上完 我回家 我哥说 你看 张东仁 那谁 还打他爸嘴巴子 哎呀 这我是这么不孝敬 这我都没在意 过两年之后 我哥又说了 那谁谁死了 我说咋死 你屁股掌品尝大几岁啊 他说得的是鼻癌 啊 我说应该得这病 因为他跟老人不孝敬 打嘴巴子你 打脸呢 就得这样的病 你算在头上你犯伤 所以你总体 还有这个脸上 有些个印 外伤 这都是不孝敬老人留的记号 不管说谁打的谁 你如果真是一个大孝子 脸上不会有什么外伤 和记号 所以我们有外伤 抓紧时间忏悔 真碰上你 赶紧忏悔好得快 要不过外怨 好得更快 所以说呀 我们哪 这个头要保 什么小脑没做了 什么脑出血了 脑血酸了 都有一分孝道不足 谁要神识 要想一想 说到这 也在04年还是03年 很03年 以后我们就办讲习班 就是那是属于短期的 一般三到五天 来一个我们龙滩区 一个老大街 来的时候 哎呀 我天天脑袋疼啊 像一个铁筷子 勒着脑袋上班 逛都逛都疼 睡不着觉都疼 吃什么药不好 天天都锁眉痛啊 天天溜 溜着你 吃上强一点 那就抑制了一点 但是啊 就是疼 什么原因 我说什么原因 我说你看看找一找 你从孝道上 公婆都在不在 公婆在不 他说公婆不在了 我说你想想 在世前孝道 做得圆满目 有没有大的亏欠 他就迷了 他说那有啊 有啊 我啥事你说说 跟大家说说 哎呀 他说 这事我一听到 我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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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也不错 眼泪都下来后悔 我咋后悔 哎呀 他说人家搞我家呀 好家伙他男的哥四个呀 六几年前啊 从山东的桃荒到中北基丁呢 落在一个老乡家 后来市场队容拿了 给点地儿就在这儿落户了 四个四个 是说你当时的公公婆吗 飘飘过来的 到这里他结婚了 老大结婚了 接着老二结婚了 再老三结婚了 最后老四结婚前呢 哎 婆婆去世了 生个老爷子 也算结婚了 老爷子结婚了 就带老儿子 这么堆自己来的呗 就一个山东老头 见老儿子的媳妇 就有点小气 愿意过小家 烦着老头 哎呀 我们不结婚啊 这房子也小 没地方啊 你上谁家 你上我哥哥家去吧 说些这话 老爷子说 别人家我也不愿意去 就愿意带老儿子身边 媳妇就不行 一天两天呢 就吃饭就没好脸了 都是山东人倔 男人更倔 看没好脸 有一天来去 他妈的 这些人都不够他 你们不愿意来 我走 我告诉你 我走了再不回 不会回这门来 就是一句话 走了 走的行 到老三那边 到老三那边好吃 饭都没吃上 那既然还有老二呢 叫儿子 到老二呢 也没中用 没结婚呀 唯一一线席吧 老大 一般老大都是 忠厚 老实 长子 应该没问题 老大确实是忠厚 老实 不知声 大媳妇 这头疼的媳妇 发话了 哎呀 你看我们结婚前啊 那么困难啊 啥也没有 你看这老二结婚呢 花那么多钱 那么多钱 就帮你干 那么多 那么多活 你看你 你胆他没得的呗 意思就是不接纳 意思 这咋整的 到老二家 老三家 老四家 都是这个绝花花 你不来不留了 我还不来了你 三家没有回路了 就是因为老大 老大媳妇 老大呢 一脚猜不出个 响来 不知声 就靠媳妇 决断 这媳妇没行 老爷子咋整个 神神叹了一口气呀 我呀 白羊 你们这一回呀 看呀 我得找你爸去 说这话都没觉醒 也没说 那些住两天说吧 这话都没说 就是不行 你看你 你还回那些老孙子去吧 还回老孙子去吧 他也不知道 这老爷子 那三家都说 绝了 没有回头话了 把尾巴都搁料了 没回路了 他都不挽留 哎呀 做得冷淡的心情 可想而知 我们养儿子 都说养儿为防老 最说的关键是可乐 就没能说 真正 哎呀 待着吧 或者你先转来再说吧 这都没容 那老人奶奶 特别倔老头 那是男性啊 有的不倾弹 假方他跟哥哥就怎么办 哪都去不了了 这也不行可咋办 自己也很难受 盼了 算了 白羊羊羊毛了 这辈子 出去走了 走了也没挽留 老大也没及时了 一个多小时 邻居喊了 从北山人吊死一个 他当时一愣 到底看 他老公过 哎呀 还哭啊 哭啥用 你当时干啥的 从把他瞒上那天开始 天天睡不着觉 就是头疼 一直一年多 一直到我们这医科研究院 来上边说这个经误 头过过那么疼 边说也边掉眼泪了 他说不知道老爷子 这么倔 走这步路 走个绝路 我后悔呀 我倒不在他一个吃饭时 但我心里那些屁我强 平时也不长歹 上他就去得了呗 哪知道出去 他没寻个短见 这一大笑 所以说 那怎么办呢 我说给大家磕头吧 给公公磕头吧 给婆婆磕头吧 给主宗磕头吧 我不会当人媳妇 我没当好大媳妇 我错了 对不起天 对不起你 对不起老爸了 磕得想头吧 公公磕想头 震动震动 把你那个铁圈子 黑帽震动下去吧 磕几个头 你还没说起来 哎 轻巧了 老人 父母 公婆 都慈悲 不怨恨你一辈子 只要你回心改过了 能原谅你 他撤了 不琢磨你 琢磨你了 但是我们要 觉醒 可千万不能 没完没了 不孝 我们得学习 一定要孝道 我们都是父母所生 我们还有儿女 我们要躲到这天 可咋办呀 所以说 孝道 是人的大本 我们几十年以后 我们也是为人的 父母老人 你怎么办 你现在啥样 讲来儿女就啥样 老猫 扛上岁 一辈 传一辈 就是这个 宇宙规律 因果循环 所以说 多是可惜呀 难道那些儿子 能够不后悔吗 也后悔 就当说 小心眼 没有小心 在这家不行 都应该接纳 为啥不能 所以说 老爹老妈呀 省吃省喝 不吃不喝 能养十二儿子 过去 这只能说是过去 那么现在 十个儿子养不了 一个老爹老妈 这叫现在 怎么办 我们应该多多学习 传统文化 把孝道的优良传统文化 家庭美德理念 找回来 才做到 我们今后 我们这辈子才能有福 这个例子都不是一个 我记得我姐姐家邻居 老爹老妈七十多岁的 儿子去看看不拿钱 都得就五块钱 给老爹老妈 过时候上个礼 这些媳妇知道了 到这家 喊骂了一顿 因为五块钱 多可恶 你就不想想老爹老妈 给你养的丈夫 几十年给你的 就不值五块钱吗 狼心狗肥 没办法 但是你要有一天 也这样 也这样 记得在 那个 天下父母里面 也提到 说当初啊 说讲笑到 说一个民族 六十岁以后 老太太老人 就得呀 送到山上去 让他该死 就得喂 喂狼喂虎 到瘦了 还是个习惯 所以他就啊 弄个筐 把老妈 背到筐上 走得越远越好 让老妈找不回来 最后才能让 王猫狗沙给吃了 让狼才能吃了 要找回来 不又回来了吗 得帮忙帮圆了 走钱啊 还带着小儿子 也有个伴 这三口 老爸 背着老奶奶 往山上送 走一段时间 进山林了 老奶奶 筐里头啊 时常的就 举手啊 掘个树枝 掘个叶 扔地下 时常又掘个树枝 扔地下 走得很远很远 差不多了 万一 他这个儿子 背他 你回头看看 你不用扔记号 你这么大岁数 正老远 你回不来 说这么一句话 又走一段时间 也想 可差不多了 回不来了 把框放下来 那你就逮这吧 你就逮这吧 我要回去了 他说孩子 我走到那 给你那记号 不是我要回去 怕你们爷俩 回去找不到路 所以说 老人慈悲 老人非常慈悲 他没想到自己 还想到儿女 到生死关头下 还想的是儿女 但我们怎么去笑呢 儿子千里 不耽用 母心千里 儿不愁 还是不愁 过去你 我记得呀 当然这事 还有一段 他说 扔下之后啊 也把框就扔了 他领小儿去的 他说爸爸爸爸 那框得拿着 框得拿着 他拿着干啥呀 哎呀 等你老天 我还背你拿他 哎呀 这不就是一个 这得打样 是告诉你 死前了 你老前 我还拿着 框得给你 往那送 他就是我们人呐 一定要记住 父母那个心 多让都是慈悲 这个心 啥时候 他应该 别忘了 父母这种 慈心 养育 这些 父母心没有分别 所以说 父母有点什么对错 没有对错 父母都对 可欠啥事 别怨恨父母 生死关头假 还得是父母 还得是父母 所以这就说到话 这个 亏我们 上问题 搞得呀 真就是 后悔 莫及 后悔 这是在头上这一块病啊 我们要审守 一定要找到 有没有亏孝道 第一条 然后有没有在长辈上 领导上 师长上 有没有犯大的过失 有了 磕头忏悔 长辈也好 父母也好 都会原谅 但是有真心 真心 没有真心 咋能感动 顾面而言吗 所以原谅 所以那个老大天 非常真心 把地板坐在之下 痛哭流涕 哎 起来 好了 清晴 没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感动 哎 再见以后 好了 这是好了 因为人这个低过了了 走了 所以身体 病也好 这就说呀 这个 头上的病 就这么 很多方面要注意 再就说 脖子的病啊 咱们把它叫做 抗上的病 五体嘛 就在身体最快 抗上的病 什么叫抗上呢 不服人 不服气 你说话不愿听 但有的是不愿听 这个没办法 我还得去尴尼灵的 只陪我干 他必须得尴尬 不干病 在心里 跌个劲 你要我尴尬 没着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产生的感觉 也叫 来 躺上的病 我今天在我们 学习班里面 都是会员 我们邻近的一个小区 荣光小区 一天来一帮大姐 后脖子 他贴个大膏药 好像漏两字 还什么蒙古的 什么新疆的 蒙古大膏药 哎呀 我说老大姐 你贴个大膏药 咋的 他脖子 我说脖子 你知道 是啥原因吗 你来干什么 他听上去 心里疗病 讲的课 我听听来 我说那你来听课 你家有老头 没办法 你老头领了一起来 我领那个老死头 干啥 我说你这一句话 就知道你脖子 这个膏要应该去 跟老头不服啊 跟老头硬气 首先第一个就看老头 你看老头 你就看老头 你脖子就 跟老头你就不低头 说的话就有点硬气 不柔和 我说你 你这脖子病 这叫抗上的病 你家老头 你就不服他 我就不服他 那老脚头 说些个 一大堆的些个毛病 实际你说都 都六十多岁的 一大半辈子了 他就一辈子不服人 你说 这一辈子脖子疼 因为他跨越时空 解放前生人 所以还有一半 在上边 解放后 平等前往下去 说那拨人在脖子上 还没窜到腰上去 我说你想好 那咋好 做法贴高 整个市场 停多少年 停好几十多年 我说那应该正好 我说想好 我说想好 从今天起 你呀 跟你讲老头 也叫老大哥 一定要做个柔和的妻子 老伴 给他赔个礼 你就站在正上 往南边搁井楼 给他赔你 老头子也好 叫个艾成也好 叫个名也好 以前没做好柔和妻子 今天我明白了 我以后给你做一个柔和的老伴 我对不起你了 向你赔你 三鞠躬 这老子挺听话 轰轰来三鞠躬 然后没事 三五天 你那拨弄好 你那膏要贴完 再都不用贴都没事 但是今后 一定别给你家老头来硬的 也别你跟他说的正常不好 乐儿跟他说话 能不能做到 挺好就能做到 你不好我没招 他说那我能做到 我说能做到 你一定能好 他说那我一定能做到 我说好 你回去了 下周又领了 三个老太太都脖子疼 在她哪滑了 都来忏悔了 都跟老头过不去 他说啥 我的脖子好嘞 所以我这几个老太太 在楼下 老哥下 哎呀我说脖子好 到一个一 忏悔忏悔好了 有谁不要疼我 零酒去 来好几个别疼的 所以看 看真正好 所以说 哎大家啊 就是你这个方法 也非常好用 然后呢 一忏悔 病就好了 所以希望大家啊 一步一步一步的 身体有哪些部分有病 你借鉴一下 然后你有这方面 你都不用在乎 你让自己身上一归 到心里都一想 一忏悔 气就通了 病病好了 哎呀上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 说心理疗病的方法 诊断的方法 提出来啊 说一个是要从 人的情之波动上讲 吃五毒 上五炸 还有一个诊断的方法呀 那就说 亏五轮 上五体 亏五轮 上五体 那么就从头上说 还往下掌 头上呢 叫翻上那边 到脖子呢 叫扛上那边 部分人 这一酿 你就那样 这么一想 这就叫义不同了 你就那样 就这一个想 就叫看人家毛病了 这个时候你的气血不同了 这个理念也为啥说 能够对应上 还能找到位置 因为我们也要多学 所以我看了 参加了一个中国 新平健康学学习班 王宗平老师 04年在安山办班我参加 我啥都学 只要是从心里带个新字上 还不用要的我就学 我究竟就是啥招啊 他说的理念也很好 但问他 他也研究学习过王宗平的心理疗病 我说他怎么能够 运用得这么 这么方便 他提出了三个理念 也就是我们人的心情 心念的波动 直接能够影响 力学运行的机制 影响 作用的结果 有三个作用 影响机制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 叫做方向性 第二方面 叫做定位性 第三方面 叫做存留性 什么是方向性呢 就是说这个人 说呀 你说的一句不好 他算下脸红了 脸红啥 血往上来 喊羞了 这是他的心理作用 你说我不好 对我脸面的脸红了 所以正在居心会 做一声停课 或者正在做一样事情 谁好一声 或者突然 怼你吓了 吓一跳 吓决一下 脸啥 刷样子咋的了 白了 血跑了 跑下边去了 这就是方向性 加大就是下尿裤子的 方向性 这也是一个 作为环境 作用在你人的心里 生理方面 一种反射条件 反应 所以有方向性 脸红脸白 甚至下都得瑟了 下多阴了 都有 还有什么呢 定位性 这个定位性呢 它也相规 说害羞 能定位在脸面上 吓一跳呢 孔子气下 下边去了 定位性 也就 这就提到五行了 定位 所以说 老人 定在头上 儿女 定在腿上 兄弟姐妹 用手足板 兄弟姐手足板 那就是 左膀右臂 或者是 还有两腿 都是手 也可以 定在手足上 夫妻对待对面人 那就定在前胸后背 这么定位 晚一背呢 那就定在下边 下边也就不外乎 肚致一下 或者是腿上 脚上 人家高的 中心线 鼻子到肚致 两边 一分 男左女右 到肚致 往上边 长一点 肚致下边晚背 那么特别长背 你在头上 那就干脆 纯属长背 这么对应 左边胃阳 右边胃阴 肚致上边胃阳 下边胃阴 前面胃阴 后边胃阳 左眼胃阳 右眼胃阴 左臂胃胃阳 右臂胃阴 上压胃阳 下压胃阴 阴阳阴阳 阴阳就像我们那个 磁石 是连S级似的 可以不断细划分 划分到那铁末 还有阴阳 还有一头S级 一头阴阴 所以人也是这样 可以细分 大道 日月星辰 太阳为阳 月亮为阴 南极为阳 北极为阴 到了你身上的一个头部桑 也有阴阳 人家就在阴阳五星当中去划分 去队营 那么它这叫定位性 左边 右边 你跟男的 那就对应定男的上 女的定在女的上 这叫定位 所以这五星咱们也用它来定位 定位性 还有叫存留性 啥意思 存留在这里 存留是你得病 是你今天你发现这疼 是你昨天的事吗 不一定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你得那病 你今天你过四十岁 生理曲线 下降了 醒醒你二十六岁年 那年得的 生了气 当时气血翻刚 啥时候没有 该睡觉睡觉 生了点气 过去了 但是 你的内一刹那 你的气血已经不平 已经在吸一分 已经存上一部分 存那儿了 但是你体力比较强壮 其他都很强盛 没太体现 当你生理曲线下降了 免疫功能也下降了 你这身体的胳膊腿 五丈六腹 这灵界老化的时候 你存的东西体现 长出来了 发现 现在我咱有病了 你实际年轻 你没保养好 你生过气 怨过人 你做过错事 有过因果的存留 叫存留性 这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这是对于身体健康方面 这么说 我们情绪波动 情绪波动 心念波动 对身体气血影响 运行机制 可以有这方面的 定理的作用 生理的作用 和事情的坚果的作用 那反过来用一下也可以 我存留性也好 我的作用方向性也好 我原来想的事 好事好的方向 坏事坏的方向 那么我以前的 有病是考虑一些个 都是负面的 看人毛病的 说人不对的 恨人 怨人 脑人 烦人的 才等下病 那么现在我反个念 我重新作用 用好的念 去作用它 起作用 照样起作用 也同样影响 气血机制 那么放好方案运行 原来我不同 最后我通了 那人那么好 以前我错了 我都对不过他 我通了 你念通了 气血就通了 机制也改变过来的 这叫反作用 同样成立 那么咱去病 从理论性来说 也就是从这方面考虑 也是成立 所以反作用 原来说一句不对 最后看得好了 它对 就对 对就通了 你说一句不对 前就不同 看不上人前就不同 烦的前就不同 你乐得行 挺好挺好 行一行 咋地都行 就通 通就不得病 就没有这个存留性 换句话定位性 啥的性 都过去了 没有了 所以翻过来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心情搏动 那么也就是 作用结果 可以让事物好 也可以让事物坏 我们可以原来坏的 我们重新输入一套程序 给新样 让它好 它就好了 这叫做用现代科学理念 社会认可的 这本书叫做 《心灵的潜能》 山东出版社 这三个理念 在世界卫生主书上 得过一等奖 那么它也来证明 我们说 摄毁到过 整个好病的理论 依旧 我们什么东西 眼睛眼睛 看一看这种事 所以说 这就是说 伯腾 扛上的病 再往前 邀灵 就是一个不服人 伯大劲大家知道 说按摩 越来摩越扩散 上面我脑子上 脑子晕沉了 开始 因为压阔神经 压阔这些 中枢神经 气血上次都障碍 一门嘎嘎响是啥 你说要是骨头不骨头 叫气节 气节就气不通 产生的解 气节 再往下 那就什么 胸椎 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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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腰了 扩散之后 照样 往下扩散 这我记得一个病例 五年前 在我那一科医院来 我大夫帮助师 是一个红十岁 我们都是爱情救助家人 志愿者 他有个姨父 什么 在沈阳 来这来 不但脖子疼 腰椎强直 小伙伴 八六指像板子扁的似的 不会板板腰 不敢板腰 疼 他也不动他 在北京 看完之后 想要手术 专家们一研究 这得从脖后脑 一直到尾巴根子 都得开刀 得往玻璃 整不起 这么长一大段 哪个人整差事的 都是且不来 都是植物人 要命 一心很危险 别动着手 动着手 非力不一定讨好 人家说了 手术不了 回家保守治疗 一提到保守治疗 医生撒手了 不管了 回家啥好吃吃啥 准备从植物人 且不来 就躺抗上 死了拉倒 他一想 就问他沈阳 今天有个亲属 下单前说 东北松花湖 看看吧 不看看 将来且不来前 这辈子也就来不了了 哎 来这儿基地 哎 他外面的人 是我们朋友 这样子 在一起 常常搞社会捐助 救度 什么财法 什么什么 到哪困难户去 给人跑一跑 跑跑腿 哎 想起来 你上医生 找着张老师 看看能不能 你这病 能不能解决 他说我听了好多课 一来领量 五十多岁 鸽子披我还满 一看是个大木星 瘦 瘦而露骨 带点长梁 很正直一个人 但是过劲了 太硬了 啥意思 对谁都不比头 得啥病 啥指导 他说你看 北京都不给我手术了 验我保守治疗 我心到今年来 创而溜达溜达 他说你看 听说万女儿来介绍 听你的性疗病 我还不太明白 看看能解决 我说你能信这不 他说信不信 说现在医学是不给我治的 我就得等着当俗人了 我一看这个精神头 各方面没事 哎呀 我这在小事 他这小事 小事花多钱都不是给治的 后来我说咱们的研究 找到病因 你病就好 我说多长时间 他多长时间 不到一年 我说放病之前 你做啥工作 我在一起 我一看他长样 五官在外面 我说你企业领导 管理人 他说是管理人 我说干啥的 当领导 我说厂长啊 他说我是副厂长 那副厂长 我说你 你这个病 就是跟你的领导 有点 有点不服抗伤 这个领导 除了你们单约的一把领导 再就你主管部门的局长 就这么两 就从这两上 你是不服 实在是扛上 不弯腰 不低头 现在你就不能直腰 你想有没有这个过程 和这个事件 他想 他就这有关系吗 他就哇 我就跟我尝尝 我记不得了